5時39分 星期四 陰陰濕濕 星期四 照舊 講鬼姑的時間 希望你有靈異經歷 可以打來跟我們分享 任何鬼姑都可以 今天星期日 這個鬼姑是我一個朋友 之前跟她媽媽去新加坡旅行的時候 她是住酒店的時候發生的 因為那次她是跟媽媽兩個去 因為很少有機會跟媽媽一起出國旅行 她媽媽一向都是很省家的 我這個朋友也是剛出來工作 不久有份工賺到少少錢 不如就帶家人一起去旅行 她跟媽媽關係特別好 兩母女兩個就自己去新加坡旅行 因為媽媽都喜歡新加坡那邊的東西 喜歡吃那邊的食物 就帶媽媽過去 她就上網訂了一些比較便宜的酒店 她也是開一些APP 找找找哪裏便宜一點 通常偏離一些所謂的地鐵站 或者偏離市中心的便宜一點 她就訂了那些 好了 終於起程去到西加坡了 她說去到酒店大門口 因為她根據地圖找到的時候 都找了一段時間 因為那個地方不是太方便 她去到的時候 她很記得去到門口 她是嚇了一聲出來 她自己心裏 她不想讓媽媽聽到 但她心裏便嚇了一聲出來 因為她那些其實嚴格來說 都不叫做Hotel或Motel那類 都常出現的 對 因為她比較少接觸這些 她都是自己一手處理所有的東西 所以她都訂了 只要進去Check in 進去其實基本上 那個格局就是 你進去很簡單的一個櫈 旁邊有幾張梳化 然後你Check in完 旁邊坐升降機便上去 沒有什麼大堂 沒有那些酒吧 那些什麼都沒有 很簡單的 好了 Check in完之後 就上了房 她真的 這麼好彩地 她那間是住美房 那一晚 就住美房 Check in之後 放下行李 和我媽媽很開心 出去玩了一天 到晚上回到酒店的時候 媽媽也累了 那一晚 媽媽洗澡了之後 就睡到上床 看電視準備睡覺 我這個朋友 就到她去洗澡 那一路洗澡的時候 她進去之前 看到媽媽睡了 就幫她關上電視了 已經 但是她在衝一下的時候 就發現 咦 為什麼外面的電視 開著 突然間 因為突然很大聲 聽到 那她嚇一嚇 嚇完之後 媽媽醒了 可能睡不著 睡不著 睡不著 就繼續洗 那她在衝的時候 都叫出去問媽媽 叫媽媽 媽你是不是睡不著 要不要一會 一會兒跟你去 逛逛買點食物 這樣 那媽媽也沒怎麼回應她 那她就洗澡了 沒有理會她 那她 把衣服戀回 走出去 那看到媽媽在床上 即是動都沒有動的 那因為 她都沒有看到媽媽的狀態 那總之看到她沒有怎麼動 然後側了身 然後就覺得 媽媽應該終於睡不著了 那於是就幫她關上電視 然後坐回到床上 那坐回到床上 那她就 那她就 她好像是坐 啊 因為她怕吹頭吵到媽媽 所以她是進去廁所吹頭 然後再回來就睡覺 那睡覺的時候就 那她就跟媽媽說 媽媽早睡了 那她就睡覺 那她睡不著的時候 那她就 滾來滾去 那因為她是那些 會開小小廁所燈睡的 那些 即是不會全家的房子 那些 那她就睡不著的時候 本身媽媽是背向著她睡覺 那她轉身看著媽媽 看著媽媽的背影睡 那她 那她看著看著 那她就發現媽媽 又多了白頭髮 那樣 好像很久沒有認真 看過自己媽媽 那樣覺得媽媽多了白頭髮 那她平時有個習慣 就是 拔她的頭髮 於是她就真的很不自覺地去 拔媽媽的白頭髮 那因為正常拔頭髮痛 那她不在睡覺嗎 她不記得 她很不自覺地 就拔了媽媽的白頭髮 那拔完之後 那媽媽應該會嚇醒 那一刻她就想起 哎呀 媽媽睡覺 我怕吵醒她 那拔完之後 她媽媽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沒有叫出來 動都沒有動過 那她就覺得 那樣有趣 媽媽那麼忍得痛 還是自己的手勢好了呢 就是拔頭髮 拔到她不覺的 令到她不覺 那如是者 幫她拔了一兩條之後 繼續輾轉反側 都是睡不著 直到這個時候 她聽到電話響了 她的電話響 她就接了 接的時候 她聽到那個電話裡的聲音 是她媽媽的聲音 她媽媽 就打給她 就跟她說 我沒有帶時卡 但剛才我 按鐘 敲門都沒有人回應 還是可不可以開門給我 那我的朋友呢 不是啊 就 我媽媽在旁邊而已 那電話是誰 她還看到嗎 她還看到床上 她還在床上 因為她還在床上 對 一直都在背著她 誰才是假的呢 然後她就想 是否有人扮她 就是那些 她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想扮她 於是她真的看著 看著她的防盜鏡 看看是怎樣 她看著她的防盜鏡 又真的看到她媽媽站在門口 那她再想 無理由她媽媽躺在房間 轉過來看房間 沒有人 只有她自己一個在 那她很害怕 立刻開門 然後就問媽媽 你何時出去了 然後她就說 剛才你洗澡的時候 我打算下樓下買些東西 那你下了多久 問回所有的東西 其實她的思緒很混亂 完全不明白為什麼 然後她就跟媽媽說 我有點不太舒服 不如我們下去逛逛 然後媽媽又不知做什麼 然後就跟她 跟著她 跟著她 然後就 搭電梯到大堂 很有趣 她說她去到大堂的時候 她跟職員說 問我可不可以換房間 諸如此類 她說職員 跟她剛才晚上去完街回來 那個職員不同了 可能換了房間 不知道 又覺得很詭異 整個感覺 她說由房間離開 乘升降機到下面 即使她媽媽在她旁邊 感覺都很詭異 她也不太相信 她是否還是自己媽媽 然後她跟對方說 我想換房間 諸如此類 然後職員就 不肯跟她換 然後就說 沒有啊 我們這裡 房間滿了 安排不了 或者可能 我明天再 你明天再 有沒有 你先照回去 然後我朋友 就開始很害怕 就跟媽媽說 不想 我一定不想再回到那間房間 然後 媽媽也沒怎麼管她 然後她說 她跟她媽媽說 她跟媽媽的關係好 她真的會抱著媽媽的那種人 但是她說 抱抱抱她媽媽的時候 聽到她媽媽在她耳朵邊 好像是笑了一下 那些 這個是剛才還是 下樓 即是在門口的媽媽 跟她一起下樓屋 她抱抱媽媽在她哭的時候 她發現媽媽 好像在她耳朵邊笑了一下 她又嚇了一下 然後她再捉著媽媽 看真一點 這個真的是媽媽來的 她再看著媽媽的樣子 看到她媽媽在嘴角上 明明有一種笑容在 她覺得這個也不是自己的媽媽 她很害怕 然後她哭著這樣 衝出去這個酒店門口 然後衝出去之後 她簡直是 害怕到坐在地上那裡哭 然後哭著哭著 那個媽媽會追上來 即是那個媽媽會追上來 哭著哭著的時候 她看到她媽媽買完東西 在外面剛剛走回來 蛤?第三個? 第三個 然後她已經 她已經害怕到 她也消化不到 這個狀態 這又是真的嗎? 然後她真的問她媽媽 你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你坐在那裡哭? 她已經說不出話 衝過去 再抱著這個第三個媽媽 她自己就覺得這個 是真的了 這個應該是真的 她媽媽就因為 那些說話 像媽媽 不用怕了 開花 媽媽在那裡 因為這個之前 遇到過媽媽都沒有做過這些 她覺得這個相似自己的媽媽 然後就帶她上房 女兒就說不想 我不要 我不要 媽媽就幫她進去酒店 嘗試處理 因為說了事情 給這個媽媽 這個第三個媽媽 她進去的時候 很有趣 就是那個酒店之前 又肯換房間給她 又說又可以換 所以我這個朋友 最後才能夠可以 安心地 換了第二間房間 居住 基本上換房間 整個過程 她都是在酒店門口 因為她真的不敢進去 那房間就沒有人了 對 然後她媽媽就 上去幫她撿回行李 換個房間 結束好了 然後才到大堂門口 叫女兒回去 那 我的朋友問媽媽 過去 整個過程 有沒有古怪的事情 媽媽都說沒有 很正常 沒有什麼 但媽媽不是表示不相信 只不過她沒事 就說 那房間可以了 媽媽今晚在這裡陪你了 你不用怕了 你睡不著 我們就開燈 還是怎樣安撫她 所以她才夠膽去上面睡 嗯 之後她第二天 她也換酒店 因為她說那一晚 其實真的很害怕 雖然她知道自己的 所謂真媽媽在旁邊 但她也很害怕 有一刻突然之間 又見了第二天 又假的 然後她那次跟我說 哇這件事厲害 前後見到兩個都不是自己的媽媽 到第三個才是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媽媽說 好吧你等一下 媽媽上去 日日間幫我收拾一些東西 媽媽開門 就見到一個女兒在她 她在那裡 很煩 繼續滑 這個公主的媽媽 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女兒你會在那裡 剛才你不是在下面 平衡時空 這個壯鬼 然後就在房間 女兒就跟我說 剛才我很害怕 因為我發夢 然後我看到你在房間 但是 然後我才知道 你為什麼不在房間裡 所以媽媽就說 不是啊 我看到你在樓下 我沒有離開那間房 媽媽你什麼時候離開那間房 不是 其實兩個都沒有離開那間房 有些人說鬼 可能有機會是平衡時空 有些人的說法是 所以其實可能你是看到 一個在未來來的人 或者是另一個時空來的人 只不過你不知道世界上有這件事 所以你就覺得他是鬼 那會不會是這樣 是啊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我朋友在新加坡旅行的時候 看到了三個媽媽的經歷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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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冰姐 冰姐你好 你好 你的故事是怎樣的 我的故事 有些人害怕 又給了我一個 叫做考驗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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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你身上的還是 是我的女兒的 哦 好 是怎樣的呢 我女兒大概是十多歲 開始讀中學的時候 他就玩了一些蝶仙 哦 OK 這樣就玩了蝶仙之後 我們所有時候是不知道他叫做鬼上身的 是 那他都是一段時間 醫生證明他是有一種叫做情緒病 哦 OK 所以來說 都是不會說你是鬼上身的 是啊 都是用科學角度去解釋他 是啊 科學的嘛 後來我女兒的同學媽媽 都懂得看他的面啊 眼神啊 那他就說 可能你女兒都是遇到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嗯 你去問一下吧 是 那他呢 就叫我們去嘗試用中指來夾著他來問的 是 OK 那我問了之後呢 真的果然是一個 年紀上到年紀的爸爸 是 就上了他的身 是 這樣呢 就說了一段時間很長的 都經歷了很傷感的事情 是 冰姐呀冰姐 是 我想先問一下 那一開始你女兒玩完蝶仙回來 你應該是不知道的 那他出現了什麼情況 讓你覺得他有點不妥啊 又帶他去看醫生啊 或者又 就是 你會覺得他好像有鬼上身的感覺呢 因為我女兒的同學媽媽會看嘛 會看嘛 會看嘛 嗯 他就告訴我 我們拖廚店 他是偶爾間被他看到啊 還是你 還是他回來 在醫院 在醫院 和回到家裡 那段時間呢 是晚上最重要的 嗯 是 他會有什麼情況出現的 嗯 很多事情 例如 例如 呢 例如 罵人 嗯 即無緣無故罵人 即本身都不知道 對呀又罵人 又寫一些那些字體 是 很有趣的 我又不記得了 總之 嗯 即他寫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他寫什麼 嗯 是呀很有趣的 還有呢 有時候脾氣很 很噁臭 那段時間呢 都很低人害怕的 嗯 晚上最重要 是 那段時間 我最傷 最傷 傷心那段 就是最重要的 是 但是你剛才有說 就是夾他的宗旨 跟著之後就有個 是 他說了很多東西 是啊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真的有一個 白白的聲音 是呀白白 是老人家來的 那他就說他呢 我響徵銅冠打唐債 他沒有在我面前鞠躬 哦 那我說 我說 他年紀年輕 他不懂懂這些東西 大人有大量 你放過他 是 因為他是學生女來的 他不懂這件事 你都明白到 年輕女哪懂啊 對吧 是啊 是啊 那他為什麼會看到別人打齋 你這個女兒 他女兒去我那邊學校 是借校讀書 啊 經過青松冠那裡 哦 但是他沒有進去 就是經過門口 經過路徑去吃東西的 那裡有飯吃 有齋賣 是 那周旋了很久 是嗎 很多年 所以我都透過 因為我女兒上身之後 那段時間學校 那些學生通常都會玩這些東西 是 那我都 偷過東方報紙 就是 跟他們說一聲 就是宣傳 這個過程你不用交代了 但是他之後是怎樣 對 那就是不關他玩蝶先事 其實 就是他沒有 不小心走過看到 那對方又覺得他沒有利益 一半半 一半半 我這樣覺得是一半半 就是 好像我們的老人家說的一句話 就是 人間 和玩這些東西是很危險的 是 OK 但是他之後怎樣解決呢 有沒有說 哎呀 很艱難 一筆筆好時間很長 是 簡短一點說 是 所以 我都自己 希望 觀音菩薩加持他 即是 去求神拜佛 是 沒錯 那一半就去看醫生 這樣 那就是維持了幾年 他有好轉道的 一來轉了藥 最主要是轉藥 是 給他吃 OK 我希望能夠透過你們電台 呼籲 學生 不要玩這些東西 是 真的不要玩 我們都是這樣 真的要小心 真的好 謝謝冰姐 謝謝你 而且難送的東西 明白 謝謝你冰姐 謝謝你 新年快樂 拜拜 都聽過很多這些 小時候看電視節目的時候 都會知道這些是很危險的 真的 沒有因為貪一時得二 然後就去挑戰這些禁忌的東西 OK 我以前都說 不要亂請神 你們好 你們怎樣稱呼 我叫Cindy Cindy Cindy 是不是自己的經歷 沒有 我講我女兒的經歷 OK 我講她小時候 大概兩歲左右 應該這些年紀的小朋友 都不會說謊 很難說 很難說 雖然早熟 但應該沒有早熟到兩歲 就說謊 沒錯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要上班 就被婆婆照顧 日後 我下班就在婆婆家 接阿B 就回自己家 其實是 報行時間 十分鐘左右 這樣 拖著她慢慢走 那段時間 我記得發生的 那段時間 接近農曆 7月14日 街上會有人燒街衣 路途中 都經過有人燒街衣 即是經過了 差一段路 我想百多米 就回到自己家 拖著阿B慢慢走 那條路是這樣的 左手邊 就是屋苑的圍牆 右手邊 就是行車路 行車路 有些少許草叢 中間就是行人路 行人路 行人路 就不是很闊 如果你兩個人走就OK 那三個人就要讓路 拖著阿B 正常我已經把整條路 一邊走 一邊走 一邊走都是沒有人的 我看到前面 一邊走沒有人 一邊走一邊 阿B無故地跟我說 媽媽 為什麼姐姐蹲在那裡 她在做什麼 她指著前面的方向 後面 我問她 姐姐在哪裡 因為我看不到有人 她說 在後面 剛剛過了 嚇到 馬上抱著阿B 馬上跑回家 好害怕 你就完全看不到 我完全看不到 她蹲在那裡 嚇到我 你似乎有沒有再 阿B現在多大 現在很大 我現在九歲了 她應該忘記了 兩歲都忘記了 她忘記了 但反而我想問 你會不會 兩歲的時候 因為 你們不只一天 會走過那條路 對 你之後那幾天 有沒有再問她 或者她 有沒有再表現到 好像有其他人 她沒有再說話 她沒有再說 一些特別的事 OK 你也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 那這個是不是 差點要叫車回家 10分鐘路程 麻煩 沒有 很近 只剩下一點路 馬上跑進去 那這個是不是 唯一一次 阿B在小時候 會遇到靈異經歷 其實她也不止 這一次 可以看到其他的 也有一次 有一次 在媽媽家 有一次 是 日後 也不是晚上 以前舊式公屋 外面沒有一個露台 廁所和廚房都在露台 阿B就說 有一天要去廁所 我跟她去 拖她走去廁所 一到露台的 隔口位 即是露台和家庭 門的位 她就不敢走 她說 我不去 我問她 為什麼不去 有叔叔 我不去 那裡 但是沒有人 然後我問叔叔在哪 她說在外面 這樣 嚇到我拖回她 回去 然後阿媽就說 沒事的 家裡沒有這些 阿媽是跟你說 跟空氣說 還是阿B說 跟阿B說 阿B說 阿B說 阿B有什麼回應呢 好 阿B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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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她指著有叔叔 阿B說 會不會發生了這一兩次經歷之後 作為家長的你呢 女兒指著某些地方 那裡有什麼 就是是說 在街城裡 甚至是媽媽 會不會擔心過 糟了 我這個小朋友 會不會從來一生都是這樣的 是呀 是呀 會不會之後 當時 但有沒有做些甚麼的 是不是 沒有呀 給他帶著黑曜石 但帶著又沒有東西 幸好 OK 黑曜石是有甚麼用的 所以你是說到那些邪氣或煞氣 你在哪裏得知這個資訊這樣做的 我以前不知道的 以前玩水晶的 原來就是這樣 所有東西都有用的 水晶派的 發瘋的 OK 現在還有沒有帶著黑曜石 有的 現在也有帶著的 她有沒有問過 為何要帶著這個東西 沒有 我就哄她 比較漂亮 裝飾 手飾 你打算有多少歲 告訴她的真相 到她自己知道甚麼是漂亮的時候 其實她現在有時上學就脫了 之後就忘記戴 但也沒有東西 那我就由她 她可能到現在這個年紀已經看不到 是呀 有些人說戴著她看不到 希望她以後也看不到 是呀 還有一些報夢的東西 你們會不會想聽 我們下個星期吧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沒問題 你有沒有空 你應該也有空 其實我是遺傳的這個能力 所以媽媽也有的 是呀 她就覺得我那天是特別不同 還有她感應到是有東西跟著我 是 所以她就很意外地 為何我一句話都不跟媽媽說 是 她就覺得有不妥了 之後就給了一杯水 所謂的香奴灰水 喝完我喝完 喝完我喝完後 我跟她說 是呀 今天就很急 所以就跟老師申請去洗手間 然後呢 就走走走走 突然間卡傷了 你也知道學校的磚 地下是用鑽的 你不會卡傷很平滑 有很多學生在那裡 我回頭看到一個人卡傷了 我就很急 我就跟她說對不起 我就立刻進去洗手間 然後就上課了 就是這樣 然後我媽就說 那她怎樣卡傷你 我說她很壞 她拿一雙鞋來卡傷我 我媽就說 那這個人是學生來的 老師還是校功 我不知道她是甚麼人 但她卡傷我 我媽媽就說 你不知道她是甚麼人 那她穿甚麼衣服 她被流散髮 她那些衣服 好像那些電視劇 好像人家打敗仗 總之打仗那些 好像規格一百一百 以前小時候 不會說完太規格 然後我說 有一些還不見了 我說 她的樣子很恐怖 然後我媽媽就問 她是多高 她說 很高啊 那時候 然後再問 你回頭看見她 是怎樣的情況 她一定要說出來 我說 那我卡傷 那很自然 你當然是看地下 我看到一雙鞋 她說 甚麼鞋 好像古裝那些 冠虛 黑色布鞋 很長的 這樣說 然後我說 但很骯髒 只有一隻 這樣說 然後我說 我看到有一雙鞋 自然應該 她後面有人 回頭 就看到她 立刻說對不起 她的樣子很兇 她說 那你再走的時候 看到一雙鞋 看到我還抱著她 她說 那她的雙鞋是怎樣的 然後我就想 對 我看到一雙鞋 看到一雙鞋 但為何她的另一雙鞋 會在我後面 那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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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合乎 現實世界 對 然後我媽媽 就很頑固地看著我 嗯 那你知不知道 你自己看到甚麼 然後我反應 我知道 我看到鬼 充滿了歡欣 很有歡欣 很有歡欣的感覺 好像真的答我的問題 我知道了 對 我的感覺 我媽媽是兇了眼 然後我媽媽呆一呆之後 就 寶寶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說了甚麼 我知道 我看到鬼 然後我第一時間 起了身 走了去門口 因為開了門 只是鎖住了一雙鞋 然後我說 你就是站在外面這個 就是他跟著你 跟著我 那你怎樣善後 就是他在門口站在外面 其實他站在外面就很困擾 因為我媽媽聽到這樣的說話 就即時打了給我師傅 當時其實是很小時候 我認識這個師傅 但是還沒收我做徒弟 那時候就很惡然地 立即我媽媽打給他 之後就說了我今天發生過甚麼 就叫我去一間廟裡找一個師傅 因為他當時不在香港 遇到另一個師傅 他第一眼看完我之後 他竟然就問我媽 就是兩個一起坐在那裡 平排坐 然後他第一句就跟我媽媽說 趙太太 你想不想知道你女兒哪隻眼 有陰陽眼 他是真的這樣的聲音 哪隻眼 然後我媽媽說 我不想知道 然後她說 她是左眼 不想知道也要回答 拍戲的對白眼 也要問問 那時候十一歲 你完全是不會反覆她 因為你自己也想知道 然後那個師傅很好 他第一句問我 第一句跟我說 小妹妹 你想不想封一隻眼 以後不要看這些東西 然後我答 不要你不要封我的眼 蛤 然後她說 你知不知道封了有什麼好處 我知道見不到 她說 那不封你知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知道見到 然後她就說 那為什麼你不封 我說 我覺得我先天有這個能力 或者先天給我的 那我好好去運用就可以了 不需要 我又不怕 那為什麼要封了她呢 OK 十一歲那麼成熟 那男人還在後面跟著你的 那時候是因為進了一間廟 她就站在外面 即是也是在等著你 也是在等著你 那師傅 我很記得她就是 那你等等 我出去跟她聊一下 然後我問我媽 她聊了什麼 她跟誰聊 這樣 小孩子你一定會問 她跟誰聊 然後我媽媽說 跟著你那個 在學校那個 有什麼聊 然後我叫她走就行了 還是很天真 很純粹的想法 打算她趕完就走了 對嗎 媽媽有沒有把握那段時間去勸你 阿寶寶你也是封了她 我媽 你真的不封啊 女兒 她有問你的 我說不封 她說 那不要緊 如果你真的怕 再找師傅幫你封 但我說 你放心吧 我也不會封 不用浪費錢 我這樣回答我媽 然後師傅 談完就回來了 然後師傅就說 我跟她說了 如果她肯走 她再不騷擾你 我就放過她 如果她再搞你 我就收了她 嗯 因為她的師傅就說 她本身是在學校的 她當然會回到學校 那好吧 給我喝了符水 然後叫我回家 然後 之後 沒多久又回到學 因為是星期六日 然後回到學 時間 我很記得是中文行 因為我很喜歡上中文行 我比較高 就坐到最後排 我就看到 即是上上下課 我看到老師在說話的時候 那個朋友仔 即是跟著我那個男士 在班房門口 刷進來 刷牆進來 刷牆進來 然後走到我那一行 很兇地衝過來 但是衝過來之際 大家記住 我說過我是坐最後的 是呀 她穿過我那麼多個同學 我簡直是 呆了 抹大我 這樣 然後 之後 完全是衝過來那一刻 我就是 很害怕 之後 我很快就聽到她 騙了一聲 我突然聽到一聲 我睜大眼 然後我看到 有些光開始收 我就想 為何我心會發光 然後 原來是很久之前 我一出生 有一個 有緣的尼姑 給了我一個同事 他就說 保護我平安 之後 然後 那個靈體就彈 穿了 走 這個小孩 覺得我 神經病 沒有可能 是呀 不怕到叫 英姆呢 然後我老師 看到我抹大了 他就很大聲 趙家寶 你幹什麼 老師 我想去廁所 是 即是 唯有這樣 之後 放學 回到家 我很認真地 跟媽媽說 媽媽我想去看醫生 她說 我覺得我有思覺失調 因為我那段時間 是剛剛 起床 這個 這個廣告 和廣告 不斷不斷 然後我媽媽說 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有 這個失調 你本身也知道是鬼 是啊 但問題是 我以前 就算看一些 我們叫做靈異書 鬼故書 她也不會這樣 然後她就彈走了 多數是要師傅 斥苦 處理 這樣才行 然後我媽媽說 其實我也有 媽媽你也有思覺失調 我很快 反應 因為我不相信 我是比較科學 我在讀書 為什麼會有這些事情 發生在我身上 我看到 不要緊 但問題是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我就不斷地 跟我家人說 不是你 我有思覺失調 我要看醫生 我媽媽說 好 那你先去見叔叔 他打電話 說不在香港 那個叔叔 約我去喝茶 很可愛 他叫我媽媽走開 我們就坐在茶樓 最角落頭 然後他就問我 你見不見到 有一個女人站在那裡 我說你是說人 他說不是 我見到 在我們張台的前面 其約在我們面前 那你是不是瘋了 他真的這樣問我 他說那你是不是瘋了 你也看到的 為什麼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你覺得自己是思覺失調 好吧 我再指 他指了外面的玻璃窗 他說現在對面馬路 是不是有一個婆婆 不是人來的 她是飄著飄著 在馬路來來回回 為什麼你見到的 那你是不是思覺失調 如果你思覺失調 那我也有思覺失調 叔叔 因為那時候 我們是因為 從我們家人的八師 認識這個師父 而他說的 其實預言的東西 我們都中了 從小到大 我也很相信這個師父 所以我覺得這個叔叔 應該也不會騙我 他既然這樣說 我不是思覺失調 就開始了 他告訴我 即 告訴我 承認 原來自己是有陰陽眼 原來真是現實世界 我們叫靈異世界 原來是這樣的 是 就是這麼簡單 就不像電影 那麼複雜 OK 所以其實你第一次見到十一歲 然後就 你開通了之後 應該就越見越多 越多了 有沒有試過有一天是見不到的 沒有 沒事 就是跟見人一樣 沒有什麼人 跟我們一樣 除非他經常都不外出 也不看外出 睡了一天 睡了一天 你會不會令自己家裡沒有 還是你覺得 他們存在都沒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 家裡 以前小時候就控制不了 只是看到自己的家 就是家先 賣賣東西 但是 大一個搬出去 我發現原來是控制不了的 唯有選擇自己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關掉它 不要用陰陽眼的能力去看 反而 這個世界很正常 但是只不過是有些怪聲 是 就是你可以剪掉到視線範圍 OK 我們今天第一次跟趙家寶師傅聊天 是啊 我們走了一圈我們公司 也了解了 11歲的時候 他當年遇過一連串奇怪的事情 是 到今時今日他已經集了為常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支持平台 下次見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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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幫助 我們決定 也不受訪了 他會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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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